L美妝博士 各位愛美的女性們 最時尚的主播 Miselle又來了 今天主播特別要與 L專業編輯 和三位美妝達人連線 頒發2015L美妝博士 達人們你們準備好了嗎 年度最受矚目的 國際美妝盛市 L美妝博士 由EL全球專業美妝評審團共同評選 選出年度最佳美妝品 給愛美的朋友們最專業的選購指標 現在女性在這個表現顏色的時候 都是以口紅為主 事實上你要先選擇她的顯色度 還有滋潤度 另外持久度也很重要 嗯 唇膏是主播收集最多的彩妝品了 接著我們快來聽聽Kevin老師 有關於美白的專業意見 美白不是光追求皮膚的白 而需要追求皮膚的亮度 有很多新的成分 專門就是針對肌膚提亮 還有均勻膚色這一點 那當然如果針對斑點的話 你也得細心的呵護 做好防曬才能達到完整的美白 嗯 美白是大家最重視的保養了 接著我們要進入粉底的獎項 會有哪些得主呢 選擇粉底要能夠適合自己的膚色 並能呈現出自然的裸肌效果 也因為長時間使用在肌膚表面 所以若能加入保養的效果 將會是選購時加分的重要關鍵 就是清透薄的妝感 讓我無時無刻看起來膚質都好好喔 別以為冬天就不用防曬 聽聽Kevin老師怎麼說 防曬絕對是你的肌膚呵護的第一件事情 所有的女性在追求防曬的時候 都希望能夠有清薄透 最重要是能夠清爽又持久 哇 做好防曬的準備 即使攝影棚燈光這麼強我也不怕了 今天的最後獎項要頒發給保濕精華 今年的保濕產品呢 不只要做到表面的補水 還要深層的鎖水 最重要的是要讓肌膚每一層都有水 這樣的皮膚呢 才會由內而外的真正的水潤喔 想要好不實就要從保濕做起 今年的EIBA特別增設了創新保養概念大廠 由紅顏激活路所獲得 它的1加1精華液保養概念 可以提升整體的保養吸收力 也是它深受全球美妝編輯 肯定的最重要因素 以上就是評審們選出的 2015L Beauty Awards得主 是不是卡斯超堅強呢 千萬不可錯過